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苏默仁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游戏非常有意思 名字叫做进化之地 虽然是一款短小金汉的RPG 但它会让你了解RPG游戏的历史 刚开始玩游戏的时候画面非常粗糙 甚至只有左右移动 但是随着玩家不断发现新元素 会不断解锁新的游戏内容和画面 比如我们刚才解锁了卷轴滚动 才能去往下一张地图 但是这样的滚动看上去并不流畅 于是我们又解锁了随着角色移动的地图 这样看上去画面就流畅多了 没有武器我们可以解锁武器 没有怪物我们也可以解锁怪物 甚至游戏没有背景音乐 但是我们可以解锁一首新的音乐 那就是进化之地的主题曲 接着游戏又有了存档点 这些都对应着游戏发展史上每一个重大的进步 逐渐的游戏有了彩色的画面 人物移动变得越来越流畅 但作为一款RPG游戏 至少还是应该有一点剧情的 虽然我个人认为这款游戏的剧情并不重要 也并不是很优秀 但是重要的是这款游戏的创意 它让玩家仅从一款游戏 就感受到了RPG游戏发展的故事 和存在的多种形式 进化之地的整体难度比较低 剧情讲述的是我们的勇者 在路上拯救了一个女孩子 最后打败魔王的故事 虽然故事比较俗套 但是却并不拖沓 玩家也不需要刻意刷钱刷等级刷装备 虽然游戏细节开始变得比较丰富了 但始终是2D像素游戏 当我们来到第一个村庄之后 还会解锁NPC功能 但可能是因为我们还没解锁画质 所以字都看不清楚 在村庄的一口井里 可以吃到一个让主角长高的种子 然后在村庄商店提升装备之后 玩家就可以离开了 并且会遇到我们的女主角 神奇的是我们可以给女主角取名字 所以她的名字就叫做Dio了 那我也应该有一个名字 作为男主角 我的名字应该叫做JoJo 游戏到现在已经变成了一款 中规中矩的回合之战斗游戏 在这个矿洞里寻找到了水晶的能量之后 我们会解锁游戏的3D模式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游戏的野心 在3D模式下 还有很多东西需要我们解锁 这会让游戏的细节变得越来越丰富 接着主角团两人来到了一个地下矿场 里面是一个复杂的迷宫 在这里可以遇到游戏的第一个Boss 这个Boss居然长得和主角一模一样 不过他只是主角的影子而已 打败了这个Boss之后 女主把主角带回到了她的家乡奥格 在这里我们需要找到新武器 炸弹 而这个关键的炸弹居然被小孩子偷走了 这些大人也是心够大的 像小孩索要炸弹之后 我们相当于有了新的进攻方式 但这个炸弹的主要作用是用来炸强的 可以给我们开辟新的道路 但是仅仅有炸弹还不够 我们还需要解锁一把弓箭 利用弓箭可以烧掉障碍物小树苗 这张地图上还有能量水晶 可以让我们在2D时空和3D时空之间穿梭 这个地图的解谜也是最有意思的 3D模式下可以通过一些2D模式下过不了的道路 2D模式也可以进入3D模式下去不了的地图 在这张地图可以得到一半的护身符 而我们则需要两半护身符 根据陈正里MPC的提示 另一块护身符在萨鲁德纳克废墟 来到这个废墟之后 我们甚至可以切换角色 操控女主进行游戏 在女主模式下 我们解锁了游戏的血量显示 并且可以使用连招群体攻击一堆小怪 并且还能解锁丰富的装备栏 女主可以在这里收集到大量的装备 这样看上去是不是有一种很爽的感觉 这个废墟里的Boss感觉像是一个死灵法师 他的技能还是很强的 但是战者就可以把它撸死了 接着我们又解锁了传送门功能 直接传送回城镇 收集到了两半护身符 接下来我们可以来到黑暗古堡了 在这里可以见到最终Boss 游戏的最终Boss看样子是一个中二少年 名字叫做泽飞罗斯 但是他的实力不容小觑 主角团两人跟他打得有来有回 打了半天他都不死 一直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结果他竟然使出了一招龟派气功 然后把主角给团灭了 不对不是团灭 反正浪费了我一个复活药水 女主还是被打死了 Dio虽然死了 但是他把力量交给了JoJo JoJo也可以自己进行疗伤了 甚至他还领悟了一套新的哲学 叫哈姆雷特 而不对是这个巴哈姆特 这一招下去地动三摇 直接把月亮都打成椭圆形了 但是Boss居然逃跑了 事情还没有结束 回到二哥城里找到女主的亲戚 亲戚们看到女主死了 竟然把飞艇借给主角 让主角乘坐飞艇去玛娜之处 击败最终Boss 这个飞艇看样子还挺好玩的 那这个地方就是玛娜之处了 打最终Boss之前还需要打败他的替身石凯 找到规律之后就非常简单 但大家是不是已经忘记这个游戏最开始只是一个2D黑白像素游戏了 打败开架之后Boss的真身出现 他还是满满的中二气息 觉得我们根本打不到他 但其实只要我们把他发射回来的球弹回去就可以 说最终二的话做最沙雕的事 打败最终Boss之后游戏就到此结束了 这款游戏的流程并不长 可玩性还不错 而且它是一款2013年的游戏 发售至今已经有7年了 游戏参考了经典的RPG游戏 赛尔达传说 暗黑破坏神 还有最终幻想等等 从简陋的像素游戏逐渐解锁画面音效 以及更多角色扮演的游戏要素 最终达到高清的三维世界画面 抛开游戏剧情 这个设定是非常有意思的 游戏的主题是进化 玩家可以在游戏过程中深刻感受到这个主题 也能从进化的过程中感受到游戏发展的历史和创新 所以这款游戏最终收获了玩家非常高的评价 我个人也觉得这款游戏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